开到十点不一样,我是秦林谦 中秋廉价结束,民众重回工作岗位 一早却接连发生,车辆反复一晚 国道上开着开着,突然一阵刹车声 左后方重铸一辆车 一个拐弯,直接撞上护栏 整排瞬间东倒西歪,眼前全是粉尘 只看到白色小客车接连翻滚好几圈 地面上刮出,长长一条刹车痕 侧翻中线车道 后方驾驶看傻眼,好险紧急刹车 后面也没有车再追撞上来 地点就在国道1号北上53.3公里桃源路段 2号早上刚放完廉价回来的上班日 36岁流姓男驾驶,疑似精神不济 一时恍生,时空冲撞护栏 连人带车,反复路终 首先驾驶一规定器上安全带 紧手部擦挫伤,送离治疗后无障碍 警销人员抵达现场 占用中线车道处理事故 车流回堵大约5公里 半小时左右才全线恢复通车 中秋廉价才刚结束 大家回到工作岗位 结果同一天早上9点多 阳眉区也发生,车辆繁复意外 白色大货车快速冲向路口 车身向左倾斜 擦撞分隔岛,整辆车横躺路中 当时38岁张姓驾驶 开着物流配送货车 沿中山路往虎口方向执行 一次操作不当,车速过快翻覆 还波及路边小客车 他和女乘客身体都轻微擦挫伤 远景立刻封锁道路 紧急调拨对向车道 来疏导南下方向车流 出动吊车及清洁队整理现场 才解除管制 结束三天廉价 一早就接连两起车辆翻覆 看来真的得好好收心 小心开车,回来面对现实 TVBS新闻林志伟蔡新渝 桃园采访报道 停好车打开车门 害骑士惨摔 这在桃园龙坛有女骑士 行经中风路上林段 被路边停车的驾驶 开车门击中 路边停好车 车门一开 啪的一声 击中机车骑士 红色轿车车主赶紧上前查看 旁边停红灯的驾驶 也纷纷凑上前帮忙 机车骑士跌坐在地上 痛到站不起来 状况发生在上个月30号 早上10点55分 桃园龙坛区 总缝路上林段 龙坛大持前方 路边一整排停车阁 当时理性女骑士 正巧行进这里 偏偏驾驶停好车后 没有确认后方来车 直接打开车门 他遭车门击中 还撞上左边黑色轿车 连人带车倒地 头部及双脚膝盖 多处擦伤 想下车没注意后方来车 造成意外事件时常上演 其实这可是有罚则的 111年1到8月 桃园警方开除43张搞罚单 今年的1到8月 开除102张 瞬间暴增两倍多 其中还包含多起肇事意外 违反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56条规定 最重可处4800元发还 想避免意外发生 其实多这个动作 用右手开启左车门 就能强迫自己转身 检查后方来车 同样道理 右边乘客就用左手 停路边车隔真的要多注意 否则自己的车门被撞坏了 还要赔偿对方 更得收一张红单 TVBS新闻林志伟 蔡新渝 桃园采访报道 好 这需要带您来关注的是 台风的最新动态了 小犬台风 它已经开台风眼了 来势汹汹 那么气象局预估 今天大概在深夜11点半 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最快会是在明天的下午 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而礼拜三到礼拜四 对台湾的影响最大 也研判小犬 有可能会在东南部到恒春一带登陆 现在的路径 其实是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 有可能会出现在 3号的下午到晚间的这段期间 雨期在更确信了一些 中台小犬不只开眼 甚至持续增强变胖 根据气象数路径前视图来看 预估最快周一深夜到清晨 发布海警 周二外围环流开始出现 而且下午可能发布陆警 周三周四对台湾影响最剧烈 周三上午暴风圈触及台湾 周四清晨登陆 首张其冲就是花东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 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我们提到 是有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那这种雨是比较可观一些的 周三周四特别在东部 以及东南部山区 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 北部也有阵雨 小犬来势汹汹 网路上也开始有人发文 是不是又要放台风假了 再加上国庆连假南部会不会 连假变六天 天气风险公司总经理彭启明也说明 小犬暴风半径会扩大到220公里 包括台中云林彰化以南花莲都会划入 有台风假机会 但不见得风雨很大还会修正 也认为台东屏东高雄 可能进入十级暴风半径 周四放假几率较高 涵盖到这个范围自然就是我们说 可能登陆地点的比较偏花东 恒春半岛一带这样子 那后续延伸它这样的路径 比较影响的就是南部的各个县市 首波路景范围还要观察 各地台风暴风圈清洗几率也曝光 其中绿岛蓝雨高达8成 台东恒春台南高雄通通突破7成 而根据各国路径预测图来看 各国路线区域收敛 消炫可能从台湾南端或近海通过 纵观来看周三到周五影响最剧烈 沿海风浪也会增强 民众不能大义 TV新闻许区观看张慧先 台报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持续来关注增强为中台的小犬 来势汹汹专家担心 他会不会变成恶犬 哪些县市可能会放台风架 最新台风动态再交给冠一 很多人关心这次小选台风 到底能不能放台风架呢 其实路上警戒区恐怕就是关键 所以说大概什么时间点来发布海上 或者是路上台风警报 大概就能推测出有哪几天 有机会可以来放台风架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台风的路径 其实各国的预测都蛮类似的 大概都是从台湾的南部来通过 那么不排除呢 有可能会来登陆恒春半岛 并且呢包括像是南部地区 或者是迎封面的东半部地区 都有可能会带来非常惊人的雨势 那么来看到呢 我们依照中央气象处 来评估的时程的话 大概在10月2号的深夜 到10月3号的凌晨 就会来发布海警了 那么到10月3号的下午 到半个这段时间 台东还有恒春 有可能就会来发布路警 那么另外呢 在10月4号到10月6号这段时间 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 所以说就是这段时间 是最有可能可以来放台风架的 那么到10月6号的晚间 路警会陆陆续续的解除 10月7号的晚间 则是海警会陆续解除 那么另外再来看到呢 这个暴风圈清洗台湾的几率 其实呢基本上是东南部 首当其冲 新竹以南其实都有50%以上 而云林以南则是高达70% 建议要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9月刚过去 欧洲多个国家创下 9月最热记录 日本东西上周还出现32度高温 而已经进入10月 美国各地还是持续发布 高温警报 马来松马拉松赛事被迫取消 车道淹水 建起水花 周末时间美国纽约又因为暴雨泡在水中 布鲁克林区灾情惨重 民众一早醒来就发现门口淹成一片 而且水势还在往上升 更有人直击布鲁克林 展望公园阶梯 大水不断往下冲 变成一座瀑布 因为该区短短三小时 就降下相当一个月的雨量 多处道路 水淹成河 还有大水灌进巴士里头 纽约地下铁无能幸免 乘客冒险沿着积水的阶梯行走 一走到月台又目睹 隧道屋顶也在大漏水 不论在地下还是地上 交通全部大打劫 大水甚至波及机场附近的交通 往后区的拉瓜地亚机场 A航下一度因为淹水关闭 情况严重到得宣布紧急状态 临近的纽泽西州同样水淹沉灾 还有警察冒险涉水 惊险背出受困水中的车辆驾驶 几段气候现象到了10月 还不停歇 纽约暴雨后 美国其他地区又得提防高温来袭 举例南达科他州的苏扑地区 周日高温上看华氏93度 大约摄氏33度 比过往平均摄氏21度高上许多 这样的现象还迫使明尼苏达州的 双城马拉松临时取消 因为当天气温飙到36度 实在不适合长跑 同一时间欧洲的西班牙 也感觉不到秋高气爽 周六测出35度高温 民众得春起阳伞划船 或是拿起巧拼地垫当扇子 自行扇风消暑 NASA的气候侦测图 清楚显示地球的夏天 一年比一年热 法国今年9月平均气温 来到摄氏21.5度 比过往平均值高出3.6度 德国部分9月均温也高出3.9度 波兰则高出3.6度 统统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 炎热的9月也冲击瑞士冰川 正时光这两年的熔冰量 以相当1960到1990年30年间测得的总数 至于南半球澳洲才迎来春天 却像是进入盛夏 雪梨周日标出36度高温 所在的新南威尔斯州 决定对大片地区发布禁火令 以防烟火发生 不过民众似乎没什么信心 至于亚洲的日本气温也降不下来 上礼拜东京仍有32度高温 导致上班族汗如雨下 抱怨准备好的换季 衣物还是派不上用场 点新闻送口报道 乌军用美国援助的急速弹 轰炸俄军坦克 再派神风无人机 二次打击接连打出战果 大火直冒在扎波罗热战场 乌克兰拿美国急速弹 一次炸五辆俄军战车 神风无人机追击 确保目标殲灭 就像这样 直直俯冲 俄罗斯榴弹炮 一秒炸成大火球 乌南反攻标准战术 善用西方先进炮弹 和无人机组合攻击 而在东部前线 乌克兰22岁驾驶员 操作苏联制米巴直升机 任务只有一个 轰炸俄罗斯步兵 昨天很难复杂 我们必须在四次变换 不如位置差一点 就被射下来 为了不让敌军防空系统锁定 必须保持低空飞行 跟地面只有几公尺距离 一旦靠近目标 才能爬升高度 发射一轮弹药后 马上回到低空模式 相当考验驾驶员的操作 和专注能力 不止在前线打 乌克兰持续朝俄罗斯本土 发动零星无人机攻击 民众吓得尖叫 这里是莫斯科以西300公里 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 斯摩·冷斯克 防空系统运作声夹杂爆炸 俄罗斯号称无人机全数拦截 不过在靠近黑海观光城 索气的海岸 却拍到无人机落地爆炸瞬间 连普京最爱的度假圣地 乌克兰都打得到 乌克兰政府 决定10月第一天 是国家防卫日 除了泽伦斯基演说 全国也没完一分钟 再唱国歌纪念 制定新的纪念日 也是要为国民喊话打气 因为乌克兰这现在是一切 全全欧罗斯 乌克兰都保护了 全国全世界 毫无人称为民主价值 需要精良武器加持 回到吴东 直升机驾驶员非常有感 不过不止 黑鷹拿不到 美国原本军援资金 还可能断吹 为了避免政府关门 美国国会通过临时支出法案 先把队伍援助排除在外 另外乌克兰邻居斯洛伐克大选后 新总理确定是亲俄的废客 选前就表态不再给乌克兰半颗子弹 乌克兰盟友军援恐怕越减越少 体育片新闻众报道 二军前线兵源不足 10月开始又要扩大征兵 将征召13万人上战场 甚至已经有古巴人 在前线帮俄罗斯打仗 另外乌克兰则是向德国球员 希望提供金牛做肥弹 乌克兰军人庆祝国家防卫日 把美制的海马斯火箭 当作烟火来放 但是乌军也很清楚 要扭转战局 就一定需要能打更远的武器 当着德国防长贝尔伯克的面 乌克兰防长挑明地说 就是要金牛做巡弹飞弹 德国迟迟没有松口 因为金牛做不是普通的飞弹 金牛做右名 KEPD-350巡弹飞弹 是德国瑞典共同研制 具有逆宗的特性 特殊的弹头能打穿掩体或是金属 专门拿来攻击 碉堡 机场或是指挥所等关键设施 乌军现在急需这样的精准长程武器 来打穿俄军的防线 只是金牛做的射程远达500公里 不仅能够涵盖整个克里米亚半岛 若是从乌国北部的边境发射 刚好能打到俄国首都莫斯科 这当然又踩到了俄罗斯的敏感神经 加上近来英国的防卫大臣夏普斯就表态 可能会打破西方部队 不进到乌克兰的惯例 派遣英国的军事教官去训练乌军 俄罗斯的前总统麦德维夫就烙狠话说 不管是金牛做飞弹 还是英国教官 只要到了乌克兰 全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只是现在前线的俄军 恐怕还真的凶狠不起来 士兵自拍影片 气愤说自己被当炮灰 俄军说 乌军在当地的兵力 是他们的十倍 根本是来送死的 明明战斗环境如此的恶劣 却还有人自愿上阵 远在大西洋另外一端的 这位古巴妇女 她49岁的丈夫 今年7月参加俄军 到乌克兰打仗 本来是专瓦将的丈夫 为了佳记选择 她还真的把相当于 6.5万台币的签约金汇回来 这可是当地十年的平均工资 一家人突然之间脱贫了 换了新冰箱 新的裁缝机 还有这支智慧型手机 记者拨打视讯电话 还真的联络上了她的丈夫 强调她是自愿的不后悔 妻子还发现丈夫去了两个月 身形明显销售了许多 却只要她别担心 只是缺兵缺惨的俄罗斯国防部 宣布10月1号起展开新一轮的征兵 预计征集13万亿物亿的士兵 连占领的乌克兰四周 也在征集的范围内 占领四周被俄罗斯正式吞并了满一年 前阵子还跟俄罗斯同步举行地方选举 如今还征召乌克兰人上阵场 打乌克兰人 这些政治动作目的都很明确 就是要合法化俄国对政领区的统治 但是西方现在依旧不承认 俄国吞命占领区 随着乌军的反攻 俄国的实际控制范围 每天都在缩小 TV 宣布导 再带你来看国造的海昆潜舰 从上周亮相以来 讨论度居高不下 尤其是被认为凹凸不平的反照 推议人员指出 这跟潜望镜等装备还没安装 有关系 国造海昆潜舰 九月如其风光亮相后 话题持续不断 除了专案本身的争议 海内外军迷转甲的目光 始终离不开反照 凹凸不平 其实它只有外壳 主要里面的结构 只有一个主要的结构 就是支撑我们的潜平和溢 那因为是临时做的反照 所以它用比较薄的钢板来做 就是你很明显看到 它有凹凸不平和汉线 很非常粗糙 然后航行灯装的也不是很好 泰传官方解释的兽马效应 原文Hungry Horse 是用生物骨骼 支撑外皮的间隔 类比船舰结构的 围凹陷状态 或过接缝不平整 锚钉也疑似不齐全 推议前见部队军官 直指整个反照 并非最终版 第一个就是搜索潜望镜 第二个就是攻击潜望镜 第三个就是通信围 第四个就是电站围 第五个就是呼吸管 那这五个围都要到位 才能把反照的结构开始建立 他一定会重新把它拆除 那下次他再展现的时候 我相信就是很完整 比较好的状况 首次MIT打造潜见 工艺难免还有进步空间 只是压力壳制造的技术 在韩国SI公司 出现法律纠纷之后 是否需要另寻他方 还是未知数 进一步看已知资讯 在一连串测试展开前 还有潜望镜和电平仓 碍于厂商生产状况 正在等待到位 而要迈向量产 还有战斗系统整合要解决 使用潜艦来说 我们大概也是只有 两艘舰龙机 使用了三十多年这样的经验 而且我们在战系上面来说 其实台湾不是军事科技 先进发达国家或地区 因为本身你市场也不够大 你做良率也不够高 自然的可能 你就必须要透过 国外提供的这样一个方式 消息指出海昆级的战斗系统整合 专案团队有意将组合约商 从中科院改由美商洛克希德马丁 和雷神两间大厂竞标得标者接受 试图借此节省摸索时间 而名目依然是商售 如果你是用军售的话 也会占用到一些军售的额度 而且其实商售或军售与否 有时候往往是对方 就是出售国的这样一个态度跟意愿 剑龙级两艘的潜舰 战斗系统性能提升 基本上是用相同的东西 可是这个案子 美国就同意用军售案来处理 因为军售案的话 就代表第一个他政策上支持 而且他会保证 整个专案的效能 可是在国造潜见的部分 美国就同样 基本上差不多的战斗系统 美国就只肯商售 而不愿意军售 那就代表 其实大概就可以看到出来 美国在政策上不鼓励 只是他不采取行动去阻止 除了考量美中情势 在战略层面 今晚国军早在二十多年前 就曾经想定 一旦台海发生冲突 海军如果要抢占水下伏击区 进行反潜作战 考量任务执行 航程往返和整补时间 加上现有的海龙海虎 总共得有十艘潜舰 才足以达成 不过美方对此态度始终质疑 潜舰作战来讲 水下敌我识别是最困难的 对于美国海军潜舰部队来讲 最好的状况是 以后他的潜舰进入目标区 只要发现不明舰就是敌舰 因此他们就认为是说 如果台湾潜舰数量的增加 只会增加水下识别的困难度 美方不反对的 看似仅止于台旧唤星 毕竟海师和海豹两艘潜舰 已经服役近80年 但为何不直接出售 世界最强海军 还有另外考量 你如果说今天 做一艘潜舰的这个钱 可以拿去做三艘彩舰潜舰 再好目前美国跟中国大陆 在太平洋的禁竹上面来说 这会对美国来讲 是一个可能快速去增加 潜舰数量的一个办法 国会可能就会思考 为什么你美国海军 不会愿意接受 这种彩舰潜舰 但随着敌情眼镜 美方不得不对台返还限制 双边拖轨会谈 管道和频率都大幅增加之下 造舰之路不管能走多远 只有回头 不在当前选项之内 TVB的新闻 陈又翔 业佛 台湾到 去一间十点不一样精选来关注台湾近年来 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现象 就是体感贫穷 在通膨低薪高物价高房价的情况之下 贫富差距扩大 民众很辛苦 因为我现在刚出社会 那其实我钱包我一直克制在 就是一个礼拜不要超过500块 目前刚出社会薪水不是很高 会克制自己的开销 钱包放的钱绝对不超过500元 限制自己的开销 以免不小心花太多 蔡小姐她入职场一年多 目前担任企划助理 这是她出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 直领基本工资 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 我觉得吃饭 这个地方真的会花很多 人家在台北物价比较高 像以前的话 衣服什么的 娱乐费会花很多 现在几乎不会花 所以说实在 另一位上班族Penny 今年27岁 进入职场五年 换过三份工作 但薪资调涨却相当缓慢 月薪依旧不超过三万元 低薪高物价 让她沦为穷茂一族 现在换到这边之后 我的薪水跟上一份 其实是比起来可能是 也比较涨幅没有那么高 然后就觉得一切都好贵 我觉得主要是在吃的方面 还有就是有时候 如果要旅游的话 住宿也比较贵 对 其实也根据 劳动部统计大学毕业生 平均第一份薪水 大概是三万一千元 左右的月薪 而且有24.9%的毕业生 他们第一个月的薪水 大概只领到基本工资 但是再加上刚才有提到 中金院预估 台湾经济成长率有下修 然后CPI的年增率 是超过2%的 因此上班族的薪水 被通膨给吃掉 越变越薄 可是生活的物价水准 越变越高 今年一到八月 消费者物价指数 平均较去年同期 涨了2.29% 民众的消费支出 与生活成本持续上升 国泰金控就做了一份调查 有近九成的民众认为 明年物价还会涨 而且有约52%的人预期 一年后的通膨率 会高于2% 15%的人则认为 会高于3% 支出节节攀升 成了多数寿星阶级的 共同感受 台湾低收入户人数 连十年在下降 表面上看起来 贫穷的人口是逐年在减少 但民众的感受并不是如此 台湾近年来 陷入所谓的体感贫穷 在低薪高房价高物价下 民众觉得生活是越来越辛苦 也造成更多的净贫黑数 年轻世代 青壮年觉得穷的直接来源 除了民生必需品都在涨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是台湾受雇员工的薪资 绝不上人均GDP的成长 十年涨幅42% 但劳工全年薪资中位数 只成长了14% 加上就业人口多流向 艺术娱乐及休闲服务业 住宿及餐饮业和教育业 相对低薪的产业 而他们正是体感贫穷 感受最强烈的一群人 大部分的台湾人是在服务业工作 而加薪这几年经济快速成长 台湾的经济在2021年 经济成长率6% 主要是靠外销制造业 而不是靠内需服务业 所以内需服务业的加薪幅度 比制造业要慢 但这边工作的人又多 所以相对起来 他加薪当然让大家比较没有感觉 一个是相对的剥夺感 也就是别人有钱我总没钱 第二个是我自己本身赚的钱 不够的话 或没办法去满足我 对生活的一些期待 这两个可能是造成 这个体感贫穷的最主要的原因 靠工作脱贫不再是解放 当贫富差距逐渐扩大 若穷忙的轻壮世代 吃吃没有解决低薪 没有存款的困境 等到年老时 口陷入高龄贫穷危机 如果你看日本 日本的老人贫穷因体 非常的严重 那所以因为日本老人贫穷 所以迫使很多日本的老人家 必须继续出工作 那台湾最近也看到了这种现象 再加上少子的话 那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子女 可以来照顾他 所以这种 一些相关的迹象来看 未来台湾的老人贫穷 真的很可能会像日本那样子 光活着就好贵 通膨吃到薪资 房租房价节节升高 台湾体感贫穷困境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TVBS新闻 严瑞生 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道 教育部推出大专双语计划 第一阶段教育部每年补助5.8亿 第二阶段补助学校7.7亿 而其实EMI课程 台湾早就有在执行 课堂上教育长介绍课程内容 或是与学生问答都用英文沟通 这堂IB哲学与实作 正式推动双语教育的课程之一 培养更多国际化师资 我们分别在大学部每一个系所 都要有一个EMI的课程架构 18学分 在硕士班 博士班 我们就也搭配了国际化 所以我们就开出 Program taught in English 就是我们所谓的GPE课程 一方面也运用这样的一个program 去遭受外籍声 EMI课程在台湾已经有默默执行 而EMI指的就是在母语 或第一语言非英语的国家 以英语作为主要使用 语言教授学科课程 上市在台湾 日本 韩国等等国家 而台湾在两年前 也开办第一阶段 大专双语学习计划 大专院校的双语学习计划 第一阶段有台大 清大 以及台师大等等四校 第二阶段还要增加了 政大 清大 还有台科大 而第二阶段学习主要的目标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课程 来提升学生的英文能力 而目前上市在政大 已经有开了超过700门的全英语课程 而且加上政大的外籍生非常多 所以在课堂中有外籍生 以及本土学生 也可以增加自然双语的互动性 双语计划第一阶段 教育部每年补助5.8亿元 第二阶段补助学校大约7.7亿元 年增进2亿元的补助经费 在重点培育学校中 2024年需要至少有25%的大二学生 英语能力在听说读写 达到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B2以上 同时至少有20%的大二学生 与硕一学生 当年所修的学分中 20%都是全英语课程 要推动全英文课程 恒大的助力就是来自于外籍生 可以激起免于效应 将中文母语的学生自然融入双语应用 但相对全英文的课程也得多或是更多元 才能吸引外籍生就读 不过也要兼顾本地学生的选课意愿 而更要有足够的师资 老师的这个终点的佳绩 如果是上EMI的课程 那老师的终点可以加进1.5倍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有很多的机制 鼓励学生来修课 过去两年 我们的课程开课数已经成长了 有50% 主要有800多位老师 那有四分之一的老师都已经获得增长 EMI的课程的比例不断在提高 比如说大学部从不到10% 慢慢在接近12% 13%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 比较有野心的挑战是15% 所以他这个趋势是在成长 我们知道有60%的老师 是在英语系的国家完成学位的 所以我们说他的potential是很大的 但事实上开的老师 事实上到现在 有开过EMI课程的老师 但是在暂时 所以老师这个potential也在慢慢增加 反观邻近国家新加坡 则是深更已久 根据新加坡教育部2009年 小一华族学生家庭常用语调查 英语使用率在30年来不断上升 2004年超越华语 在2009年达到60% 现在大学教育里全是英文教学 加坡是一个小岛 它必须要与全世界同时不间断的接轨 所以英文变成他们的指定官方教学语言 虽然他们的国家语言 官方语言还是马来文 他也不是说一刚开始就做得非常好 他也是有这种急迫性 他会发现说大家需要沟通 然后大家需要有跟连接到他们的 他们原本的文化 所以才会有推出这样第二语言的认证出来 新加坡双语教育历经变革 近年又开始寻求华语危机的解方 而我们台湾大专双语计划刚起步 逐利放在顶尖学校 要如何扩及到中后段的大专院校 对师资以及学生接受程度 仍有不少考验 电价审议委员会拍板电价不调整 但百货零售电影院健身房餐厅等等用户取消动涨 等于要补涨15% 对他们来说是个压力 铁板上饼皮煎到焦香酥脆 再加入玉米粒 还有热狗鸡块 这些都是大家早餐必备美食 不过对店家来说 这几年原物料成本上升 店租人力成本都是开销 接着还有店价恐怕要再补充 对我们店家来讲其实成本来讲其实是有增加的 一个月下来都会成长大概一两千块左右 我们去申请两段式店价实际的结果是每个月大概就会少一两千块 另外的部分公司也会辅导我们新开店的部分就是像装LED灯 电价费率审议会决一步调整电价 不过随着内需市场回温 包含上是餐厅 电影院 百货 健身房等等将取消动涨 也就是要补涨15% 再加上通膨的压力之下 对业者来说成本都是不断上升 节省电费开销就要从节电开始 坏LED灯具还有冷气的温度调控 毕竟在通膨的压力下 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目前我们比较没有针对这个部分来做进行 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说会因应 譬如说换菜单 推出新品 那这个部分就来因应这个部分 像我们总部我们也会协助到我们的店家 去做比较多的一些因应的部分 譬如说像我们就会去推这种 针对节能跟减碳的这个部分 在五类型动涨恢复原本店价后 预估全年的店费收入可以增加16亿元 但光是今年的上半年就已经亏损了1300亿 即使增加店价收益 整年的亏损控制在2000亿以内 但到年底累计两年来的亏损 仍然勾达4600多亿元 尽管国际能源价格有稍稍回稳 减缓亏损幅度 台电也指出全球电力公司和政府 在能源价格上涨都有寄出政府增资 或是电价调整等等措施 台电除了获得1500亿元增资 跟500亿元电费补贴之外 明年政府也已经编列1000亿元增资 不过台电亏损也不是一两天 以发电成本看 台电每度电的支出高于用户收取的价格 等于每发一度电就是在亏钱 那我们每发一度电的成本 大概是3块接近4块左右 可是我们卖给大家的平均成 平均电价大概在3块 所以你可以想到是卖一度电就大概要亏一块钱 那也因为在整个台电的发电的成本结构里面 特别是燃料 燃料的成本大概占了7成 所以大体上目前的亏损 都是因为我们目前国际燃料价格的上升 原本的动涨业别恢复店价之后 就怕影响到消费者的荷包 在缺电才损的双议题发烧下 用电大户恐怕难逃下一波调涨名单 只是对台湾的消费物价而言 因为电占整个台湾消费比重 还没有那么多 就是大概只占了千分之12到13而已 也就是说电价涨10% 大概对消费物价直接影响 大概是0.12到0.13 所以如果涨电价对消费物价影响的幅度是有限 那现在虽然百货 还有相关的电影院 他们先落后故障 但这个在整个消费结构来说 还是偏低 所以对于物价的影响 我们可以预期还是比较小的 未来如果经济成长复苏跟转好了 这些原本减半调整的 还没有完全涨足的 会优先释放出来 像有些制造业像房子 他可能没有 先前他还在维持衰退的情况 那可能有一些故障的可能性 另外还有一些农林林母业 他有一些在高耐用户的部分 好像也没有做完整的调涨 专家分析 短期内终端消费市场价格 还不会有大幅度波动 但长期来看 如果能源政策没有完整配套 电费调涨的骨牌效应 恐怕将是必然趋势 TB月新闻 谢谢刑信 柳军台北桃园采访不懂 纽纤蓝灵关税牛乳 将在2025年进口台湾 挟着价格优势 会不会威胁到本土落 農的生存引发关注 工作人员在牛社整理饲料 没多久牛脂们全都排排站好 吃早餐了 这里是台大校园里的牧场 乳牛全都是人工配种繁殖 一岁左右顺利怀孕后 两岁会进入300多天的蜜乳期 大概是养60只牛 蜜乳牛大概会占20到30只 平均乳量的话 一天大概会落大概25到30公斤 所有的蜜乳牛一天的种蜜乳量 大约是600公升左右 经由严密把关 深入品质保持在A级状态 背后靠的是这些秘密武器 就是你一定要确实的提供他们新鲜 而且好品质的饲料跟草料 尽量的去提升他们环境 生长的舒适度 散热 向温的设备 因为在台湾是 对他们来说是很长时间都属于 叫做热紧迫的状态 或者是在他们的环境里 我们就是可以加装一些这种橡胶软电 去预防他们脚蹄的伤害 每日限量的台大鲜乳很抢手 但对国内230亿产值的鲜乳市场 只是九牛一毛 台湾有很多的小农 就像台大乳牛厂一样 重视动物福利 也产出不少品质不错的鲜乳 但2025年台湾将全面开放纽西兰鲜乳 零关税进口 到时候对台湾国内鲜乳市场的冲击引发关注 台牛经济合作协定 今年签订满10年 2025年纽西兰鲜乳将零关税进口 少了5%到12%的成本 进口乳品价格更具优势 让不少本土落农 挫雷蛋 就台湾的这些生产成本 不管人力成本 土地成本 饲料成本通通都很高 那所以没有办法跟国外竞争 另外一个件事情 就手摇引这个市场也饱和了 然后咖啡市场也饱和了 所以牛奶不可能再上升了 那当然你的消费量不可能再上升 然后再来外国如果进来有取代的话 那对台湾落农户绝对有冲击 然后消费者最近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以前大家就喝牛奶 现在很多人在喝植物奶 与乳业大国 美国 纽西兰相比 台湾生乳收购基础均价 每公斤26.12元 美国和纽西兰的收购价 折合台币分别是15.76元 14.5元 至于美工生鲜乳零售均价 台湾85.62元 美国29.69元 纽西兰38.67元 但有国内的通路商则乐观认为 本土鲜乳品牌品质风味具有优势 预估影响只有不到10% 落农现在也是在面临一个 要升级的产业 如果真的要淘汰的是10% 那为什么是我不是他 那你怎么做出这个差异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你有办法做到更省工 你更便宜 因为家都顾不到人 那你有怎么办法 让你的牧场变智慧化 目前零售通路与业务通路 都有进口鲜乳 但市占率低于5% 有厂商认为 纽西兰鲜乳进口后 对业务通路的冲击较大 为了提升小农竞争力 鲜乳厂商协商各方让利 让一些小农鲜乳能有价格竞争力 让利的部分其实就是包括 生乳的收购价降低 包括通路的那个上架的费用降低 才有办法让鲜乳在架上的价格 是比较漂亮的价格 不然其实所有的成本都卡在那里 再加上上架费用的爬数 加上去以后 老实说其实鲜乳的毛利是很低的 因为中间还有包括仓储包括物流 那其实我们面对这个2025年之外 其实我们挑战还很多 未来搞不好签更多的这些协议什么的 那其实如果要面对这么多的将来 这些关税这些其他的竞争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自己强壮起来 那所以就是除了自己很努力之外 当然就先政府可以帮忙做一些政策 然后保护这些农民 价格战不是最终解放 如何协助落农转型 做出差异 才是本土鲜乳持续飘翔的关键 TVBS新闻陈佑响王浩尔台北采访报导 您听过黄昏症候群吗 浩发在傍晚但也会出现在睡前 早上刚起床 意识正处于一种很混乱的状态 黄昏症候群一般比较年纪大的长者容易发生 发生的比例在失之症的患者 大概是10%到20%左右 表现的状况就是容易在傍晚 日落的时候会有躁动情绪亢奋 或者是忧郁等现象 这种错乱现象 不见得是黄昏症候群会发现 有时候在日间也会发现 所以它有可能是患者因为表达的问题 没有办法把他身体不舒服的地方 讲出来所以我们要去查一些 是不是身体上有一些哪里不舒服 譬如说他小便解不出来 或是便秘或是哪里有疼痛的现象 这些潜在的内科的因子 要先把它查出来排除掉 在失智的老人的话 有时候在某一些的时间点 他可能会意识稍微比较混乱 或是认知的话 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情绪行为的控制的话 也有可能会变得比较难以掌控 这样子的 当然很多的时候会发生在 早上起床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完全清醒 或是说在下午傍晚那时候的话 那就可能就是因为 已经有点想睡了 精神状态还没有办法 维持他的体力 照顾黄昏症候群病友 专家建议可帮长辈安排活动 会建议可以到长辈2.0 一些相关的失智的 日间的照顾机构 去让他们上课 做一些人际的互动 和体能活动的安排 那藉由这些方式 可以让长辈的日落症候群改善 那长辈晚上可以好好的睡一觉 然后家属也可以好好的休息 那白天才有精神 可以来照顾我们现在的家人 日落症候群对于照顾者 会有很大的负担 情况严重时 最后只能送到安养机构 那日落症候群的原因是因为 失智症的长辈 他们的大脑退化 那我们一般的正常的人体 会有这个大脑里面 会有一个控制 我们的生理周期 睡和醒的这个日夜的节律 但是当这一块的神经元 他受到这个大脑退化的影响 那造成他的这个 分泌的传统物质不足 再加上其实失智的长辈 因为他们白天就是没有办法 有很适当的活动的安排 可能就是比较没有社交 也比较没有这个体能的活动 然后缺乏日照 所以他会有很多不好的睡眠的形态 那我们知道失智的老人的话 他会跟小孩一样 像小孩他如果是到了 也是一样到了傍晚 或是晚上刚开始的时候 想睡觉的时候 他一样会乱 那我们始终要记得 失智老人其实就跟小孩一样 他失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的话 就跟小孩越来越小一样 也就是说失智的老人的话 他会越变越小 那当然他情绪行为的控管 就会比较不好 精神差一点的时候 可能就是会直接用 他的不安的情绪 还有一些比较杂乱的行为 然后当然让很多的照顾者 就觉得非常难以忍受 医师提醒照护黄昏症后群患者 就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可多给点乐趣转移注意力 对照顾者来说十分辛苦 需要相当大的爱心和耐心 若是照顾家属 务必寻求专业协助 TVBS新闻 肖英强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2023购车风向球大调查 台湾有三成多的车主 买车用现金一次付清 您知道平均准备 多少钱来买车吗 地球黄金